第五十七屆金钟奖于22日圆满落幕 典礼的过程中也充满不少热点 其中以四楼的天堂获得事后的谢盈轩 在分享得奖感言时 误以为是俗女养成记获奖 让她当场爆粗口 成为今年金钟奖最经典的一幕 而即使出来救援的颁奖人 钟欣灵 23日也在脸书上分享自己的心得 表示很荣幸 可以参加五十七屆金钟奖 第一次分节目与戏剧两天进行 本来觉得一年一聚的盛会 为何要分成两天举行 参与之后觉得也挺好的 让专业更清楚 由于钟欣灵在谢盈轩发现 搞错得奖作品时 就立刻上场成救援 天文一出也让网友们纷纷大赞 即使反应真的太赞了 多亏了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